全油管最快新闻,近日,我国农村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群体性的哄抢行为。 据了解,这些哄抢行为主要发生在农户使用机械收割或收割完毕后的周边地区。 农户由原本的减食转变为哄抢,明显具有群体性特征。 这些哄抢行为已经形成了跟风、随大流的现象,并存在法不择重和寻求便宜的心态。 专家指出,应该加大对农民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醒他们遵守相关规定,并加大对这些哄抢行为的打击力度。 这不仅是对农民个体素质的考验,也是对农村社会信任建设的挑战。 这一系列群体性哄抢行为引发了人们对农民素质和社会信任建设的思考。 虽然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农民们通过哄抢来降低成本的心态,但不能忽视其违法的性质和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和打击力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同时,农民个体素质的提升以及农村社会信任建设也需要重视。 只有建立起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才能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